youtuber盛杰石于2016年10月创建频道 不到一年就突破百万订阅 至今还是台湾最快的记录保持人 近日他破出贷款明细表示 7年前向银行借贷70万 拿着相机被水一战 于是创立了youtube频道 如今终于在贷款到期前 还完了最后一笔 获得不少粉丝留言恭喜 不过有网友好奇 之前他的流量很高 收入应该也不少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还完贷款 圣结石则解释道 本来就是7年期的贷款 没有提早还款 事实上圣结石的频道经历了两次停更 近期的影片点阅数和以前已经有巨大落差 他坦言有看到网络上的讨论 自己则对此感到坦然 他认为不论影片流量好不好 自己还是会继续创作 因为是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 而未来可能会继续创作小说 不再依靠影片流量谋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